石虎石济龙 带着宝剑率领人马 向宫中逼来 这是奔那位已废的皇帝石虹来的 好可怜的后召皇帝石虹啊 自打被废之后 他就知道大陷将近 就自己这舒贝大哥虎狼之心 对自己绝不会放过 现在听那小太监通禀 陛下魏王来了 这一提魏王啊 石虹就知道完了 是大难已临的 很从容 命的小太监 把那玉玺拿来吧 早备好了 河里装着呢 他抱着玉玺 走到宫门门口 要迎接石虎 石虎摁着宝剑的剑霸 正往里闯了 一抬头 嗯 脸一愣 天子在这呢 哼 你在这干什么呀 石虹 不像往日那样 紧张了 魏王 我无德无能 做不了皇帝 我请求 他把这玉玺往前一举 善位给你 这哪是请求善位 这是自保的唯一一条道路 留条命吧 石虎把那大嘴撇了撇 善位 帝王的业绩 天下人尽之啊 你有何德能 唯一国之君 又有什么 可以善位的资历呀 你打过仗吗 啥在你旁 石虎摇头叹气 抱着玉玺 他又回到宫中 往那一坐 就在这等着了 什么话 也不说了 比起刚登基时候的 战战兢兢 比起没被废掉 皇位之前 对石虎的那份紧张 此刻的石虎 倒觉得很坦然 大不了一死啊 他眼睁睁就看着 石虎带着人马 闯进宫中啊 当众宣布 废石虎为海洋王 石虎就问这石虎啊 我何去何从啊 车账在外边等着呢 你上车吧 瞒以为得把他架出去 没想到石虎 他很平常的走出了皇宫 都没回头看 这留恋啊 再看一眼 要什么留恋呢 这一年皇帝当的 这吓死多少细胞 那会儿都没法计算 还不如做老百姓啊 马车就在外边 他平静登车 神色自若的 看了看宋行的文武 好像文武都知道信了 大伙都那哭呢 诸位不必痛哭了 我石虎 资质愚钝 难成大统 这是天意啊 我无话可说 你们要好自为之 辅佐新军啊 新军是谁 他没说 大伙都明白 就是那石虎啊 跟你大哥 我们都玩悬 怎么的 他没准脾气 百官落泪不止 就连那些宫女太监们 都痛哭失声了 反正从这点来看吧 要是朝内朝外 都说这石虎可怜 都哭的 那大概这石虎 也不是个昏君 是个好人最起码 不能说有开疆拓土的本领 做个守成之君 大概还是称职的 可惜 生不逢时 这石虎赶着时候不对 生在乱世 乱世之中 他这样的统治者 地位难以久长 而能存活下来的 就是他哥哥石济龙 这样的一个奸贼 成为奸雄啊 没什么呢 乱世之中 一切就有的秩序 礼数 全都被推翻破坏 什么东西都没有章法了 而石虎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 当然死路一条了 就说那开国之君石乐吧 应该算一代民主 可就在继承人的问题上 犯了这样大的错误 全下有知 他能把肠子都毁清了 他知道石虎是危险人物 可是 就是优柔寡断 到临终时候觉醒 已经晚了 一生果断的石乐 在这一个问题上的犹豫 造成了他的后世子孙 无穷无尽的祸患 灾祸相连啊 石虎废地 好些人不满 您就拿枪族的那个头 叫姚义仲来说吧 他就反对石虎 你凭什么把皇帝废了 他妈就问 我以为大王乃当世英雄 为什么 接受先帝重托之后 又夺太子之位啊 你不就想称帝吗 石虎可没敢来横呢 为什么呢 人家姚义仲手底下的 羌族兵马好几万呢 他也没敢承认 自己要当皇帝呀 说那石虎 海洋王您少 我是代行家士 我们哥俩 那我就做一个赵天王得了 他这点倒有自知之明 没敢做皇帝 公元三百三十五年 石虎记天王位 改元建武 这一改元 这跟皇帝也差不离了 这时候 又一件很有趣的事 大汉代 不就流行称语吗 涂称之风兴起 这会儿也出现了一条称语 说天子当从东北来 石虎一听 那我就得奔东北呀 他起驾 从他都城乡国 奔了冀州东北的信都了 这个东北是相对的 东北 信都是后召 东北方的一个重镇 然后从他信都 再往乡国这赶 你看 那不应了趁雨 天子当从东北来吗 这么一来 我就能当皇帝了 这不自己骗自己吗 石虎 生性残暴 做了赵天王之后 是荒淫无耻 大兴土木 除了爱打猎 把那东信皇帝好像给下毛了 他打猎都打到人东信边上去了 然后他就是大兴土木盖房子 房子盖的稍微有点毛病 就把那主要大城给腰斩 放剁脑袋不行 得把他剁为两截 多狠呢 老百姓讲话 有其父必有其子啊 石虎那儿子 也就是天王皇太子 叫石岁 这石岁还不如石虎呢 如果说石虎的行为 还能称之为残暴的话 那么这石岁的行为 简直都超出残暴的范围了 应该属于一种病态 不合常规啊 简直这位有点变态了 他有时候喝醉酒 这皇太子 就一宿一宿在外边转 转啊 看见谁家房子 他敲门 门不开 在烟囱里边往里爬 爬进去之后 他就是连墙带上 甚至到大臣家里 一看哪个大臣的媳妇 谁这闺女好看 他就住那儿不走了 是巨为己有啊 看见自己宫中漂亮的宫女 这么些宫女这么漂亮 怎么办呢 他把这帮宫女都打扮起来 装扮得花质招展 然后 把这宫女的脑袋堵下来 洗去鲜血放在盘子里 和身边人一块光看这宫女的脸 这怎么能说不是病态啊 后照政权 从石勒那会儿开始 就比较尊崇佛教 所以呢 在宫里边 有很多和尚尼姑 这十岁 一看到那些漂亮的小尼姑 就把他们抢入宫中 强奸之后把他们再杀了 杀完之后呢 就把这些人的肉 跟那牛羊肉拌到一块 做得了吃 还得逼迫手下人吃 今天看来 这简直令人毛骨悚然啊 可偏偏就这样的人 能作为天王皇太子 您想那老百姓能好得了吗 暴君石虎 对自己的儿子的作为啊 也许是支兆 也许是装个糊涂 反正对自己这太子 还特别信任 把国家大使交给他 及早培养 可您想这儿子 能跟他爹不发生矛盾吗 先说这石虎这脾气 就没准啊 殷勤不定 有时候 这太子把国家里的重要事情 送给他看 正赶上这石虎脾气暴躁 干嘛呀 这么的小事 你当太子的你不会处理啊 不干 有时候人家自作主张处理完了 他又把这石碎找来 你刚当太子 你什么事 你就都不跟你爹请示了 说他这石碎是上也不是 下也不是 左右为难 动不动 就受一通惩罚 石虎怎么惩罚的儿子呀 别看这太子 也照样有棍棒 用棍棒交加 一通乱打 有时候把太子 有的王宫里打得蹦出去 时间长了 石碎心里边就暗骂呀 你敢打我 暗老子就敢杀你 他跟谁称老子呀 打这儿起 这石碎开始装病了 也不处理什么正事 就在自己的太子东宫中 撕射小朝廷 手下的那些官吏 也按朝中的设置 名字略有区别 他已经提前登基了 何尘 石碎 跟他的父亲 发生了矛盾 而石虎此刻 最宠爱的是 石碎的弟弟 叫石轩 石碎就记恨那石轩 干嘛 难道说 我跟父亲闹矛盾 他要把我这太子废了 另立我兄弟吗 我得把我兄弟宰了 这是亲哥俩吗 这比冤家还仇大呢 他带着人 就去找石轩了 石轩在冀州呢 石碎带着人马走到半道 这队伍就散了 怎么 平时这帮人跟他玩行 打猎行 要提打仗大伙都害怕 正敢出来没多远 看见兔子 大伙就那 骑马射箭 抓兔子去了 好嘛 这帮乌合之众 除了打猎 是什么也不管了呀 石碎 万般无奈 这才回到自己的东宫 继续装病 石虎纳闷啊 最近这太子 怎么老也不来见我呀 派人去看看吧 派人到东宫来问候 好这石碎一股邪火 拿着宝剑 就把皇帝的特使 给扎伤了 滚滚滚 心想要没有 我爹宠着石轩 我至于这样呢 您可别忘了 他爹着皇帝 皇帝派来的石轩 你也敢打也敢杀 这石轩回来一哭 石虎气急了 一声令下 把这石碎给我抓起来 也不让他当太子了 石碎被软禁起来 石虎把他身边的那些 亲信的官员 宠幸的小人 一块集体都给屠杀了 没过几天 石虎一想 这太子终究是太子啊 是我亲儿子呀 我把他赦免了吧 命人把这石碎 找来我见见 石虎这脾气是好了 这儿子可做了仇了 他现在做梦 都是杀他爹爹的事 一听说我爹叫我 不去又不行 进宫看看吧 到宫中也不谢罪 也不磕头 也不打招呼 往那一站 好嘛 爷俩四不相对 大眼瞪小眼 张飞抓耗子 叫他不盯的 石虎这气呀 心想这两天 我的心情又被你给我搅和了 你太无礼了 我一定得把你废掉 这一下 石碎得到了跟前太子石虹一样的待遇 石虎杀进东宫内的大小官员 就立石宣为天王皇太子了 十岁呢 他当然得杀了呀 石虎杀了太子 立了石宣 他继续交涉淫逸的同时 还在穷兵独武 广泛的发动战争 国内国外是怨胜载道 那么这位新太子 石宣怎么样呢 嘿 这点荒淫残忍劲啊 一点不赐于他哥哥十岁 您就拿打猎来说吧 石宣喜好玩乐 就像石虎提了 说应该到明山大川 去为父亲您祈福啊 当时不是挺信任那佛教吗 明山大川那里边有仙人 我请求他们保佑父王多福多寿啊 实际他想出去玩 找个借口 这等于奉皇命去旅游 那就都报销了 他出行的时候 坐那车 简直跟石虎那龙居碾差不离了 顶上滑盖身后惊奇 数十万大兵相随啊 不知道以为打仗呢 实际他浩浩荡荡出了夜城 是出来游玩的 到了一个打猎的场所 石虎一声令下 让官兵们围出一个方圆进百里的猎场 把那鸟兽都赶到这个猎场中间 他就开始在这带着人马 点起火把 没黑没板的在这打猎 累了 让兵士们打猎 他自己 坐在那碾车上 左右抱着尾人 远远的棺霸 哪个士兵要是被那老虎豹子给吃了 他还高兴呢 一直到这方圆百里内的所有的鸟兽都被打完了 他这银也过足了 这才撤围 接着往前游大 哪位打的猎物多有封赏 哪个打的猎物少 不是鞭打就是斩首 你想想 这简直就有点像古罗马的角斗场里边的角斗士 这当兵的们要是没能够圆满完成任务 那就是死路一条啊 而与此同时 石虎又宠爱着自己另一个儿子 也是这石宣的哥们叫石涛 这石涛一看哥哥石轩出去旅游了 我也去 他也到外面转一圈 石轩心想 我是太子 你是公侯啊 你怎么跟我待遇一样啊 啊 是不是我爹又要废我立石涛啊 我得看看这石涛干什么 这段时间 石涛在自己的府中在修这殿堂 从心大范围装修 起名叫轩光殿 石轩一天干嘛 我叫石轩 你给起名叫轩光殿 你这不是刺激我吗 一看 这大殿里边的横梁啊 有九丈长 这可超出了当时的理智规定 石轩一看 你这是违法装修啊 我找我爹去 石轩又一想 我找我爹 我爹疼他呀 别会再偏向他允许他这么干 那我这面子往哪放啊 我是太子 我管那么多干嘛 拔出刀来 吩咐手下人去 把那大梁给我拆了 砍断 哪有这么盖房子的 带着气 石轩走了 石涛一看 你不是嫌这九丈长吗 换一个 换一个石丈的 反正有的是木头 这哥俩 比着赛看谁浑呢 石轩一看 这石涛又换了一个石丈的大梁 这是跟我对着干 那我就要你的命 他暗中组织杀手 刺激要行刺石涛 这天晚上 正赶上石涛 大宴亲朋 这都是他亲信 就要来一个通宵party 这喝着酒呢 唱着歌呢 跳着舞呢 石涛自己喝了一个 鸣鼎大醉 想回到卧房 他走不动了 干脆就在佛堂 我在那歇会儿吧 他这刚睡着 这太子石轩的杀手 悄悄就到了 八枪头一纵真撑 就跳起来 来到了佛堂之中 在佛堂杀人 这得独自在啊 嗨 杀人了 他就不管那些了 卡一刀 不知石涛的脑袋 就给剁下来了 回去报公 石轩一看 这行 什么之鬼不觉啊 谁知道石涛怎么死的 兴许是他亲信自己动的手呢 石虎听说 最疼爱的小儿子 石涛被杀了 这是悲痛欲绝啊 一定要查个究竟 手机大臣劝的 您甭往外边找去了 就是您家里人干的 石虎不傻呀 心想有道理 在太武殿设灵堂 重兵把守 文武百官 都得来调研 石轩作为太子爷得来呀 石轩来的时候 带了一千多名随从 到了灵堂 一点悲伤的表情都没有 反而偷偷在那乐 走到兄弟的遗体前 把那单子揭开了看看 实在绷不住劲了 一看 好嘛 这脑袋也没缝好啊 你想想 这鼻歪嘴鞋的样 嘿嘿嘿嘿 他乐出声来了 石虎派人盯着呢 倒要看看石轩的表现 现在一看 石虎更加怀疑这太子 命人告石轩进宫 那不来怎么办呢 陛下 就说 杜皇后 他亲娘 过于悲伤 现在生命垂危 让他进宫探母 石轩不知事迹 来到了宫中 当时就被石虎给扣下来 紧接着扣押了太子 派人到太子府中 到东宫 你去查吧 那还查不出来吗 严刑酷法 逼贡右贡 王冠怎么说 最后查出了一个水落石出 真是石轩杀自己的亲兄弟啊 哎呀 石虎一着急 又见那皇帝的宝座上 出了下来了 昏倒了 陛下醒来 啊 石虎醒来以后又哭 又伤心 哭自己的儿子 失掏命苦 伤心自己的太子石轩 怎么就这么没人心呢 把他给我抓来 就在这扣着呢 把他扔进猪圈 拿铁环 先把他下巴给我掏穿了 你能看出这当爹够残忍的 这石虎的残暴劲也上来了 命人拿铁环勾住太子石轩的塞帮子 让他吃猪屎 你不是人哪 还觉得不解恨 石虎决定杀了这个儿子 替死去的儿子报仇 他也被气糊涂 这不都你儿子吗 他就命人在夜城的北门架起柴火堆 命石头生前宠幸的这些亲信们 把这石轩的头发给我一根一根都揪下来 他在旁边看着 一瞬间 太子就变秃子了 跟着把他舌头抽出来 剁掉舌头 把太子石轩拖到柴火堆上面 砍下手足 瓦掉他的双眼 抛开他的肚腐 最后一把火火化了 好嘛 这石虎现在已经几乎丧失理智了 在这场父子兄弟的香残中 他也是受了刺激 打这儿起是一并不起 想想后汉三国时 曹操曹梦德 凯探东吾主孙权 他说生子当如孙众谋 现在要是两相对比 才明白曹操对孙权的赞赏 那是由衷而发呀 这要是像石虎这样 生一堆这儿子 那不气死还等什么呀 石虎病危前 告诉群臣呐 我真想用三胡纯灰 好好洗一洗自己的肚肠 因为我腹中太脏了 所以晋升恶子 这些孩子刚过二十 就想杀我这当皇帝的爹 如今他指了指那位新世子 最小的儿子石世 这才刚十岁 合着这石虎是不断的杀儿子 在不断的生儿子 现在这老小再过十年才能杀我呀 那会儿我已经老了 石虎没有能再活十年 并不是像他自己说的那样 腹中很脏 竟生恶子 实际在他心里 有一个无法忘怀的阴影 那就是当年 他杀了太子石虎 篡位夺权 从那一天开始 后召政权就被他一步一步 拖向深渊 石虎死后 他的儿子们 侄子们 又是一番争权逐利的厮杀 他手下的一位大将 叫燃敏 夺过权柄之后 几乎把这石虎一家给灭了门 后召政权 也就在石虎死后不久 随着这接踵而至的血雨 腥风 是雨散 云霄 我发现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